美国新的舰军需求就被说 就是要把中国大陆当成的最大的假想敌 比如说来看到的是 美国海军学会的新闻网 它有网站上公布说 基尔代它有表示说 美国海军未来513艘的主要舰艇 由哪些来组成 我们一一来拆解 比如说会有12艘的核动力航母 70艘的攻击核潜艇 12艘的战略核潜艇 还有60艘的驱逐舰 以及50艘的护卫舰 另外来看到的是 9艘的两栖攻击舰 还有19或者是20艘的 大型船物的登船舰 30艘的小型两栖登陆舰 100艘的是支援舰艇 以及150艘的无人舰 这是最受瞩目的 报导有说在过去几年当中 随着中国大陆海军觉醒 你看明明就自己想要通过预算 硬要扯中国大陆说 就是因为中国大陆海军崛起了 美国海军跟国会就一直 在这个所谓舰队的结构 争吵不休 美国海军进行过几轮的一个 尖轮的 这个尖队的一个报告 而且评估 那最著名的计划就是 355舰的计划 但是这些规划 最后是没有办法达成共识的 川普时期 人事很混乱 进一步就是拖累了 美国海军的发展规划 美国海军跟五角大厦 其实他们领导层 在2019年跟2020年的时候 历经了很大的变动 就逼得美国必须要 重新去制定规划 那经过一轮的讨论之后 去年美国海军跟国会 都同意要扩增 无人舰艇的一个规模 那海军也启动了 大量无人舰艇的 协同测试的计划 要完善 目前最当红的叫做 分布式海上作战概念 这个作战概念是怎么样 把美国的海军现有的 现有的一些传统舰艇 还有无人驾驶的 这些所谓的舰艇 还有包括了天空的力量 把它合起来 在广阔的太平洋上 来协同作战 你看就是针对中国大陆的 与此同时 美国海军的陆战队 也要建立在威胁区内的 作战的新型概念 要求海军陆战队 要准备新的小型的 两栖登陆舰 要提高太平洋战区的 作战练活性 当然就是瞄准中国大陆 所以来看到 美国海军的陆战队司令 大卫伯格他就特别说 这项计划离完成 大概还有30到45天的时间 他估计海军陆战队 将会需要大约是 31艘的两栖登陆舰 美国方方面面都说 在围堵大陆 为了是自己的军工复合体 赚保保 不断的扯中俄的威胁 跟50年前的中美互动 成为最大的反差 我们来看到 真的很值得纪念 是50年前的1972年 2月21号 时任总统 也就是尼克森 他抵达到北京 开始对大陆进行的访问 几天后就来看到 2月28号 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宣布了 而且就表示说 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 反观50年后 美国对大陆则是充满了分歧跟不信任 对此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当前中美的关系遇到的问题 根本原因就是 美国你有些人在对华的认知出现了严重的偏差 你把中国大陆视为是主要战略竞争对手 甚至是假想敌 进行了全方面的遏制 中国大陆发展呢 只是为了让中国人民能够过上美好的生活 并不是为了要挑战你美国 不是要取代你美国 美国你不应该去寻求改变 甚至去打压中国大陆 中美两国共同的利益 远大于分歧 双方合则两立 斗则俱伤啊 北京冬奥圆满闭幕 但冬奥过后中美关系 可能也将进入惊涛骇浪时期 巧合的是北京冬奥闭幕的隔天 刚好是2月21号 中美关系正常化50周年的重要日子 1972年2月 尼克森抵达北京展开中美关系破冰之旅 尼克森在大陆停留7天 这7天也被称为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更是对之后的中美关系 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不过就在尼克森访华届满50周年 中美关系也似乎变得更不稳定 回顾历史推动尼克森访华的外交政策 被称为是乒乓外交 当时美国为了钳制苏联而拉拢大陆 双方从毫无渠道隐秘联系 直到大陆主动邀请美国乒乓队访华 尼克森政府指派时任美国国务卿 季星级首次秘密前往大陆 为尼克森访问铺路 如果说乒乓外交是中美对话的钥匙 猫熊外交则是维持对话的窗口 尼克森在访华后宣布大陆将送两只猫熊到美国 纽约时报分析这是大陆软实力外交传达友好形象 根据大陆环时报道 美国众议院在2月初通过 2022年美国竞争法 这份法案内容中一大篇幅在讨论大陆问题 主张要在地缘政治安全与意识形态对抗大陆 但同时环时也质疑 这些政策并没有符合2021年全美30多个非政府组织 向国会提出的一项负责任管控中美紧张法案 中美关系面临危机时刻考验两国领袖智慧 记得张力报道 好其实最近美国很多家媒体都在热议这50年前的这件大事 新闻周刊有说 这就是一个改变世界的一周 尼克森访问中国大陆50周年 文章特别表示说 尼克森访华发生在冷战的高峰期 当时对美国最激烈最直接的意识形态对手之一 进行友好的访问似乎是不可思议的 尤其是像尼克森这样是坚定的反共分子 报道有特别强调说 尼克森访华的目的 并不是他表现那样的无私 他政治目的是为了对抗苏联 还有结束越南的战争 另外来看到的是 卡内基的国际和平基金会 中国问题专家黄玉川老师 他有特别提到说 说我们从来都没有充分的决心或信心 来决定中国大陆会发生什么事情 当尼克森走出去的时候 没有人会知道后果 50年后美中关系还是在发展当中 如果有人想要判断 他是否是值得的 就是尼克森当时的访问是否值得的 坦率来说我们可能还要再过几十年 彭博社则是有特别提到说 这名为是大陆应该牢记尼克森访华教训 来发表这些文章 他引用谁呢 引用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 陪敏兴老师他的联署文章 他说美国有一些人在觉得说 尼克森访华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因为大陆现在已经取代苏联 成为你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 但他说这种所谓的修正主义的思维 忽略了当时的访问 为美国还有的盟友带来很多实质性的利益 文章说美国借着尼克森的访华 改变了还有和苏联力量的平衡 1973年的时候结束了越南战争 东南亚的东亚地区迎来的经济发展奇迹 但是大陆无疑是更大的受益者 文章最后也表示说 大陆似乎忘记了跟美国接触的原因 还说正在重蹈苏联半个世纪前 将两个对手推在一起时 所犯的战略错误 这个是彭博社的说法 那他甚至还说 中国大陆在亚洲的侵略行为 正在帮助美国建立反华联盟 那尼克森呢 其实反华五十年后 美国是否上当了 还是有存疑的 但是美国政治网呢 他有邀请很多个美国专家 来探讨这些近期在美国 颇为流行的观点 比如说来看到呢 像是尼克森跟大陆接触 帮助大陆崛起 成为美国的强大竞争对手 美国是一个呢 被玩弄 而且养大了老虎的傻瓜 另外还说呢 尼克森反华 拯救了孤立的中国大陆 尼克森的首席翻译官 也就是美国的前驻华公使呢 傅立民 他有不同的看法 他对这些震惊呢 这些观点感到震惊 他说呢 这些观点认为呢 在美国人到达中国大陆之前 是一无是处的吗 他说并不是啊 事实上啊 在过去四千年的大部分时间 中国大陆一直都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 反强的是最近的近代 在过去的两百年里呢 来看到中国衰落了 现在又重新崛起了 所以呢 他说无论如何 中国大陆都会回来的 美国呢 另外来看到三一大学的东亚历史系的 助理教授吉那坛 他特别有说 中国大陆呢 在尼克森访问当中 有自己的议程啊 并不是都是靠你美国的 比如说来看到 他们聚焦经济的发展的计划 还有很多内部的力量 推动着中国大陆走向改革开放 如果尼克森当时 没有跟中国大陆接触的话 他说最终呢 也会有另外一个国家 跟中国大陆接触 意思你美国不要太 以自我中心为主了 以为好像是 帮助中国大陆 但他说不是只有美国 你如果不去跟大陆接触 还有其他国家好吧 另外呢牛津大学的国际 非常知名的教授 叫做麦克米伦 他则是特别说 中美关系啊 总是在发生变化 我们现在看到是 中国大陆恢复了 他在18世纪 还有19世纪初的 世界影响力就平衡 正在被重新平衡当中 随着呢 中国大陆在经济啊 还有军事上 变得更加强大嘛 美国跟大陆的关系呢 其实总是很难调整的 但是他很乐观的认为说 两国会设法相互的合作 因为他们需要这么做 但是他会不会有点太乐观一点 现在都是美国在极力抗中啊 美国仇中 但是真的能够帮助到你美国吗 比如说来看到的是 美国国会山报 有一个发表文章 他说抵制反华倾向的文章 作者是谁呢 美国的巴克内尔大学的教授 朱志群老师 他特别呢 有特别说呢 美国众议院最初 不是在二月登 二月初的时候 用222票赞成 210票反对的结果 通过什么 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 这个专门就是要画拨 大概是3500亿美元 用在资助半导体啦 供应链啦 科研跟创新等等的 对于美国这种投资 美国教育 还有创新跟基础建设 使得美国能够保持 全球竞争力的努力呢 当然很多美国人 是表示欢迎的 不过那最近呢 这所谓的近3000页的 法案当中 包含了一系列 所谓的涉华 涉中国大陆问题 让人很困惑的就是 把这一类有关 中国政策的议案呢 塞进了这所谓的 法案当中 到底能不能帮助到 或者提升到 美国的全球竞争力呢 意思就是 你抗中能够让你美国 更有竞争力吗 华盛顿呢 上面有制出呢 有一项对付强大 跟自信的中国 可以做的 可以有办法推行的政策 但是呢 双边的关系 是旋罗式的下降 他说旋罗式的下降 会符合你美国的利益吗 他点出来这个议题 让大家思考 那美国呢 众议员呢 来看到的是 李克拉森 他也有一个形容说 在赛跑的时候 如果对方呢 正要逼近你 你应该是要跑得更快吧 而不是试图要绊倒对手吗 难道要出这种烂招吗 把对手给绊倒 你就赢了吗 拉森认为说 不能这样做的嘛 那他呢 其实是美国国会当中 中美工作小组的 联合创办人 像他这样子 比较温和的人士 要试图挽救 中美双边的关系 让自己呢 远离那一些 支持惩罚大陆 或者跟大陆脱钩的人 那朱志群老师 他说中美两国民众 现在对此呢 对彼此是负面看法 日益增加的 两国应该要设法 用和平方式 处理复杂的关系 最重要就是呢 华盛顿的政客 你们必须要停止 把中国大陆 当成是自己 无力解决 国内问题的替罪羊 停止呢 在一个分裂的社会当中 继续去煽动 反亚裔的民族情绪 另外呢 美国无法跟中国大陆脱钩 企业更是需要 大陆去购买他们的商品 尤其是美中贸易大战呢 在川普时期的时候 升高了 两国啊 各自对于呢 对方出口商品 课征高额的关税 大陆买家 或者是进口商 因为美国过高的关税 当然不想买了嘛 去跟其他国家 来购买商品 不过呢 美国龙虾重镇 就是缅英州的政治人物 最近却表示说 大陆应该遵守之前的 贸易协定 购买更多的缅英州的龙虾 但真的有道理吗 你美国变贵了 不是吗 他们呢 还要透过美国贸易代表 戴琪 要求中国大陆兑现承诺 由于呢 美国跟中国大陆 在2018年相互加征了 出口海鲜的关税 导致呢 缅英州龙虾 对大陆的出口量 大减60%啊 使得大陆随后呢 在中美第一阶段的 贸易协定当中 承诺加购 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 但是缅英州龙虾的出口 还是没有大幅的增加 缅英州的多位联邦参众议员 希望贸易代表戴琪 要求大陆实现购买的承诺 不过呢 大陆大部分的龙虾进口订单 已经转向了加拿大了 中美竞争呢 美国在这个领域 惨输给大陆 但是来看到 美国总统拜登的 主要证件之一 就是什么呢 投资美国基础建设 让美国再度呢 成为有竞争力 对抗中国大陆 但是呢 基础建设当中 很重要的一环 就是5G了 但是5G通讯呢 来看到的是 谷歌前执行长 施密特 他就特别说 美国拜登政府 在5G的开发竞赛当中 远远落后给中国大陆了 那施密特呢 是在呢 有一篇呢 联名发表文章当中说 去年第三季啊 美国网速下载速度呢 居然不到中国大陆的 三分之一 他呼吁拜登政府 把5G呢 列为是国家优先的事项 否则5G的未来 将会属于是中国大陆的 美国政府的最大败笔 其实就是决策 优柔寡断 美国几乎呢 在5G的各方面 都远远落后 而且其他国家 包括了中国大陆则是走在最前方 尤其是大陆在什么地方呢 像是呢 高科技的制造啦 绿能 还有AI应用等方面 都领先美国 其实呢 德国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呢 在20号落幕呢 美国 英国 澳洲 三国外长 在呢 这个三天会议期间 讨论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也就是说的所谓AUKUS 那其中包括了澳洲呢 采购核潜艇的问题 中国大陆外交部呢 对于美英澳三国的伙伴关系 认为堪称就是 21世纪的丛林法则 美英澳三国 无视自身承担的防扩散义务 不顾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 普遍忧虑和反对 高调推进核潜艇合作 这是对地区安全的挑衅 也是对国际规则的蔑视 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再次表明 三国声称的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不是代表国际社会 多数成员意志的秩序 而是基于小圈的利益 制定的秩序 三国根据自身需要 凭借自身实力 为所欲为的做法 堪称21世纪的丛林法则 其实美国不只要跟大陆对抗 还要借由乌克兰的危机 拉抬你拜登的民调吗 但是在东奥的闭幕式上 这一个拥抱的画面 格外令人感动 闭幕现场的播放就是 国际奥委会的短片 信念的力量 那生动展现了更快更高 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 这个短片就是有这一幕 也就是来看到 这个幕后的故事更令人动容 这是俄罗斯的奥委会的队员 叫做布罗夫 布罗夫他去拥抱了谁 拥抱了乌克兰的选手 阿布拉勉科 这回到什么时候呢 2月16号的时候 这就是自由式的滑雪男子 空中技巧决赛当中 大陆的选手呢 齐广蒲他摘得了金牌 未免冠军 另外呢乌克兰的选手来看到呢 也就是阿布拉勉科 他获得了银牌 这边有点弄错 冠军是他 然后他是得的银牌 那俄罗斯的队员呢 布罗夫他得的是铜牌 那另外就来看到就是这一张照片呢 也就是俄乌的选手拥抱的画面 在最后名次当中出炉之后呢 来看到就是呢 布罗夫跟阿布拉勉科 他们几掌 而且拥抱在一起 两人之间进行分享喜悦的瞬间 而且两个人既是对手 也是多年的好朋友 四年前的时候 平昌冬奥会呢 自由式的滑雪 男子空中技巧决赛当中呢 就来看到阿布拉勉科啊 其实呢他摘得的是金牌冠军 另外呢布罗夫呢 他是获得的是铜牌 那他们一起呢 在颁奖台上合宜 这份友情也是传达到了 四年后的北京 那连日以来大家都知道 俄乌的局势非常紧张 引发了国际的关注 美国持续在渲染战争的威胁嘛 当地时间呢 19号的时候 就来看到美国国防部长Austin呢 他说他相信俄罗斯军队呢 会对攻击乌克兰 以及叙事待发 同一天的时候呢 白宫也说 俄罗斯可能随时 对乌克兰发动攻击 在乌冬局势呢 扑朔迷离的当下呢 俄乌的选手 紧紧的拥抱了瞬间 对于团结友爱 公平竞争 相互理解的奥林匹克精神里 没有政治操弄 做出了最完美的诠释 我们先来听看看 前驻纽线的大使 借文吉是怎么说的 主张人类共同体有什么不对 那为什么 你们这些政治一定要搞对立 为什么你一定要 没有问题搞出问题 有问题把它问题扩大 就是今天乌克兰的情况 你们这些政治人物 这些西方的政治领袖 你们还不能够 从过去人类 几次世界大战到冷战 好不容易结束 人类社会在社会的这种建构方面 慢慢往前迈进的时候 你们为什么要把这个步伐往后推 我们要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们要一个和平的 我们要一个没有高强的 不断逐强 我们要一个没有散播仇恨 我们要一个人类合作和平的 这样一个世界有什么不对 那你今天看 Blinken 拜登 对不对 Suleiman 他们有一点 人类共同体的概念吗 大家都是这个地球上的一员 他们有吗 他们今天事实上 把自己躲在大西洋跟太平洋的 这两大洋的中间 享受一片 人类当时留下来 在最美好的一块 没有开放的土地上 你过得很好日子 我们大家都很高兴 可是你为什么把你的军队 送到全世界 然后今天我们就以乌克兰的例子来讲 明明没有要发生战争 你为什么要一直在那边宣传战争 你要渲染战争 你唯恐天下不乱 唯恐欧洲不乱 那今天我们大家看得很清楚 为了美国的利益 那这种唯我独尊 这种零和的观念 就造成了你看这些 这样一个年轻运动员 梦寐以求的一个竞技场 在里面发生了这么多美好的事情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选手 都抱在一起了 这样子的画面 你应该在世界上大媒体 通通来好好的来报导一下 对你看看美国媒体会有吗 很多国家媒体都不报 强盗的是什么 强调的是今天乌冬谁打了谁用破极炮攻起了谁都把这些放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世界真的是应该 真的是应该让我们这个没有侵略的强调共存的 强调大家利益共享的中华文化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是觉得这种情操 这种理想真的是取代 就是说西方的这种零和 一元 然后征服 然后这种这种人类社会的过去三五百年的历史 应该要终结了 好的确其实呢恶物的选手都能够抱在一起 但是您认为两岸选手是否也能够互相拥抱呢 但是现在来看到民进党政府仇中啊 甚至还要追杀台湾的体育选手 这是呢台湾的竞速滑冰的选手黄玉婷 日前参加北京冬奥的时候 在赛前呢练习服呢穿的是中国大陆的队服 台湾这边来看到就是呢 行政院长苏贞昌就认为说 黄玉婷行为急不恰当 甚至要求体育部还有呢 体育署教育部跟体育署 要针对他的不当言行进行呢 调查跟适当的处分 总统府也说呢 对此表示支持 台湾这边教育部长潘文中还说呢 选手不应该有任何损及国家荣誉的争议言行 体育署目前正在调查 将就本案呢 还有中华奥会进行彻底的调查 前出纽约大使建文集就说 台湾啊跟美国的政治人物 都把这些肮脏的斗争手段 带到了体育来了 你今天美国 你在世界上有引导力 中国大陆提一个好的东西 你为什么不站在一起来 帮着中国大陆一起来宣导 你说你看这次运动会 强调了绿能 比如说很多这种对环境有破坏的 过去的施工方法或科技 都尽量把他怎么样 把他取代用新的这种永续的方式 永续能源的方式 永续的技科技 来推动这种运动赛事 那他应该来帮忙宣导 让他成为未来 不管你是区域性的这种运动 还是全球性的运动比赛 都往这个方向走 那你看到这些政治领袖 有这种认识吗 没有 带领的这个 他们的政治 政治这种幕僚 就把政治那种 非常肮脏的政治斗争 带到这样子的一个场域 那这导致你看这个里面 多少的这个 不应该发生的 很丑陋的现象都出现 包括台湾的苏贞昌 我们这位黄玉廷 我觉得他是一个 有他的理想 有他的眼界的一个年轻人 并不是说他什么都无知 他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对于两岸的未来 是一个非常好 难道我们一定要鼓励 我们的年轻人去仇恨大陆吗 你要下一辈永远怀的仇恨 去面对这个事件吗 那事实上 美国的媒体很多很奇怪 这些政治评论员 用他们的政治的这种观念 回过来评价 美国的这个体育播报员 用一种很中立 很体育观念 报道运动的这些观念 他还觉得你为什么没有谈政治 为什么你体育不报政治呢 体育为什么没有 没有用政治的角度来看 为什么要用政治的角度来看体育呢 其实说到了恶务的局势 法国跟德国就是希望能够避免冲突 不想中了美国的计量 也就是造成了恶务的冲突 还有呢 欧洲动荡 以及会造成欧元贬值 因此我们就来看到 法国总统马克宏 斡旋之下 白宫呢宣布同意啊 来看到拜登跟普丁 将要在双边外长会晤之后 两个人有望举行峰会 不过呢 白宫强调有一个先决的条件 也就是俄罗斯没有入侵乌克兰 乌克兰危机警报 持续战争迫在眉睫 各国分秒必争 与俄罗斯展开谈判 在法国总统马克宏 居中斡旋之下 法国爱丽社公声明指出 美国总统拜登 与俄罗斯总统普丁 原则上同意就乌克兰问题举行峰会 而这项消息也得到白宫证实 法国积极扮演 俄无问题的协调角色 一个月内先是访问普丁 又致电普丁跟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全力促成乌冬停火 但即使马克宏达成普丁 同意军演后撤军的重大进展 情势似乎有所转还的同时 美国依旧坚持俄罗斯就要开展 而且就连欧洲也存在分裂 相较德法积极与俄罗斯斡旋 在乌克兰问题上 英国的态度则是与欧洲畅反调 紧跟美国脚步 根据半岛电视台分析指出 英国不向欧洲存在着 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 因此对北溪二号相对无感 制裁北溪二号对英国来说反而是一项外交武器 而且对俄罗斯立场强硬 也有助于扭转强身在英国国内先前因为派对门丑闻 元气大伤的形象 根据美国CNBS报道 俄乌冲突拉高 油价正在强化美国石油与天然气生产 让美国重新夺回油气生产龙头宝座 分析师指出今年1月美国异化天然气出口欧洲创下空前记录 开采油井数也反映页岩油扩产现象 数据显示美国钻井平台总数创下4年最大增幅 专家断言俄务危机让能源地缘政治卷土重来 记得张力报道 好所以可以看到美国跟英国是正在统一阵线 希望能够煽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吗 挽救自己的民调 所以美国现在斩钉截铁的都在说 俄罗斯将入侵乌克兰 先是预告16号说所谓的开战 结果失灵了 接着他又说18号 接着又在说这个所谓的几天内就会入侵了 记者在18号就问消息来源什么呢 白宫回应说我们的情报能力很强大 但您觉得拜登的政府还有公信力吗 尤其美国真的情报能力很强大吗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联合国承认 美国情报曾经发生 还有跟事实不符的状况 纽约时报有指出来说 布林肯所说的就是 2003年的时候 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 在联合国安理会上 他将一管白色的粉末 当作就是伊拉克 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 多年后鲍威尔公开承认 当年的情报是有错误的 越战时也有发生虚假情报的情形 国家安全局在2005年解密一份 关于越南战争的研究报告 有官员就指出来说 故意歪曲了证据 谎称1964年的8月4号 在北部湾巡航的美军驱逐舰 遭到了越南鱼雷的攻击 另外导致当时美国总统 占身下令对越南进行轰炸 但看得出来 这都是所谓的导火线 而且所谓的假情报吗